《婚礼时间》 《赛纳河和卢浮宫》 Lassane et Louvre 它的创作者是把国印象派画家 卡米耶·毕沙罗 Gami Pissarho 这也是《婚礼时间》第八次介绍到毕沙罗的作品 画家的角度是从巴黎新桥跳往卢浮宫 画面整体呈现出一种唯有秋天才有的萧瑟 散发出某种内在的瓶颈 这幅画创作于1903年 正是在那一年画家离开了人间 所以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时光 这幅画现在保存在巴黎奥赛博物馆之内 事实上 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四年 毕沙罗创作了几十幅 与此画完全同一视角 同一构图的画作 除了季节 时光 晚来的人群和船只 随时间改变 作画的位置却丝毫没有移动 好像毕沙罗是想通过此景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 用一种纯丝般的笔触 描绘只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 那这样画中描绘到了卢浮宫 下一集 我们就专门去卢浮宫看一下吧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质人